这里就进入青海湖了吗 这么大个门 属于青海湖了 这不很大的 我们还是第一次来青海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往青海湖这边走一直在上坡 毕竟3600多的海拔 那会是3500多 你看这边的这种有点像西藏了 有点那个感觉了 我就喜欢来这样的地方 这个青海湖能不能开到湖边上来 到时候只能去看一看 这边天气很不错 我感觉现在就来到西藏一样 这边还挺长的 对 我们刚翻到一个雅可橡皮山 没特别高 你看3800多米 还是有那么高 还好还好 比去西藏那边4000 5000还好 这个下了山肯定就是湖了 对 青海湖 你去下山 300米公表视频先后 请注意连续挽动 这个海拔一高啊 天气一下就好了 对啊 天特别的烂 我就喜欢这种感觉 我还是第一次开这个拖挂 走这么多盘山路的哈 好多弯啊 又是下坡又是弯 也能够回电太爽了 一下坡我都把 付20多的回电 接近30 就是每到一个弯的地方 我才给一脚刹车 几乎不用踩刹车的 这样子的话也可以避免刹车过热哈 刹车的那个损耗也会比较慢 对 刹车过热很危险嘛 对不对 我这个全靠那个电机反转来自动的 动力回收 拉上拖挂是不是就会溜得快一些啊 排下来 火车翻了是不是 要吗 这那么多都咋咋 我扣了四个 这样子 嗯 这是不是火车翻的过去了 有可能啊 嗯 然后又把它拉过来了 有可能 不然怎么掉那么多东西 过完一定要慢一点 看我们的远处就是青海湖了 嗯 它和天一起融成一片了啊 对它跟天那个颜色很呛 但离的还是有那么远 对 看不清楚 哈哈哈 好想开到湖边上去 感觉这个湖还是蛮难的 对还可以 非常大 我这边左手边就是青海湖 嗯 你那个湖边上我估计有个两三百平距离 没有特别远 就一直围着这个湖在开 但是呢它这个湖啊 全是它们围来围着的 嗯 是车子想开进去都开不进去 有些以前有的路全部被堵着了 嗯 我看有些就是说的什么 莫名那些路啊 嗯 都是可以去的吗 本来 我好想开到湖边上 像我们之前去西藏嘛 很多湖直接就开到湖边上去啊 嗯 非常棒 就想体验那种原生态的感觉 然后在这边旁边露营个两三天啊 我感觉它框起来就是想让你进入景区嘛 人进去的感觉吧 对它前面几十公里就是景区 嗯 它已经把它修成一个景区了 对啊 但是它这个湖到处都是嘛 如果你可以开过去的话 它的景区就没什么意义的感觉 嗯 它就是想让你人进景区 收费赚钱 但是我们其实是想车能够开到边上 对车能开到边上 那种露营的感觉 找一下吧 看有没有希望能找到可以开到湖边上去的地方 嗯 但我估计几率比较小 嗯 感觉那边湖边上的那种天有点像阴天 对对 感觉有点黑黑的 有点像要下雨的感觉 嗯 嗯 我现在离这个湖边更近了 你看 这个是湖边上开的 应该就100多米距离吧 就在边上就是了 嗯 它还是一样的 全是围着的 不过 哎 为什么这个湖走近了看 反而没有那么好看了呢 对 这个湖水啊 没有很难 嗯 你说天气不好起 天气也挺好的呀 蓝天白云的 奇怪 刚刚远处看着我还看着蛮难的 走近的反而没有那么难 这旁边就是青海湖景区了 这边就可以进入景区 但是我们打算不进去 就是外面看一看就可以了 嗯 真的没特别有意义这个地方 这外面看着也没什么区别 没啥区别 这个湖哈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看 啊 比较失望啊 就这样子的 而且 天气还是蛮好的 天气是蛮好的 但是湖面一点不好看 而且我这个手机拍出来嘛 会更好 肉眼看着还要再差一点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青海湖 就这样子的 感觉无人机飞起来都 就不会那么惊艳的感觉 对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刚才航拍了下这里 航拍也不好看 真的 这个青彩湖啊 真的是太让我失望了 不过这边有些湖啊 确实是啊 有点奇怪 就是看着不太好看 航拍也不好看了 对啊 我说实话这旁边的山 都看 都比这边的湖好看 一点色彩都没有 算了 我们等一下就继续往前面走吧 找个合适的地方住着吧 对 就这样子吧 就这样子继续往前面走 然后再拒大